大家好,中国丹东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释放涉嫌从事间谍和窃取国家机密的加拿大公民凯文·加拉特 这个对孟晚舟案会有积极影响,中国首先释放了加拿大间谍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也称,与中国领导曾进行了国事访问期间施压逮捕案件 目前中加僵局破冰稳定前行 我觉得孟晚舟这个案子看来也有希望了 因为双方已经开始破冰了 中国至少释放了善意,放了加拿大的这名间谍加拉特 中国外交部也回应,中国是法治国家,将保障加拿大公民的合法权利 我介绍一下加拉特这个事 加拉特本人于2014年与妻子朱利亚·多恩被中国警方逮捕 妻子后来在与朝鲜接掌的中国东北城市丹东被保释了 作为基督徒的夫妻俩被逮捕之前在丹东开设咖啡店 并积极向贫困的朝鲜公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这里面就明白了,我给你援助,然后我问一些问题 哎呀,从哪来呀?家里几口人呢?还有什么呀? 今年朝鲜这个粮食收成怎么样啊? 粮食不够了吧,来喝点咖啡 是不是啊?或者是你再回朝鲜 是不是啊?给我打听点什么事 你看,人家开咖啡店 是吧?我也没干什么,我给你援助 中国法院公布释放消息后 加拉特的家庭代表在声明中说道 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做出裁决后 加拉特被驱逐出中国了 他目前已经顺利返回加拿大 与家人和朋友们重新碰面相处 加拉特一家感谢每个人的祈祷和关注 也感谢加拉特获释而努力的众多人士 那托鲁多欢迎加拉特回家 称赞他家庭所声明的内容优雅且任性 特别是加拉特的妻子 他说道,我们很高兴加拉特安全返回加拿大 再次与家人们团聚 加拿大政府持续将此案以最高级别处理 我们要感谢每天在幕后工作的领事馆官员 他们给海外的加拿大人提供了支持 加拉特在加拿大指责中国黑客入侵网络后被逮捕 这促使加拿大社会普遍指控北京当局造成紧张局势 据悉,丹东拥有许多基督教组织 特别是提供朝鲜公民的帮助 积极协助非法越境的朝鲜难民解决问题 特鲁多此前表明 他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 与中国领导层会面并重点提到了加拉特案件给予施压 他强调该访问的目标 是与北京建立牢固和稳定的关系 并持续进行对话 他结束访问后表示 两国关系的冷热性质已经结束 僵局破冰稳定前行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访问沃泰华 不到一周之前 加拉特被中国法院释放 中国是加拿大第二大贸易伙伴 仅次于其邻国美国 中国积极推动加拿大和加入中国支持的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而加拿大表示今年8月份将开启合作 中国外交部表示 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加拉特案子做出释放裁定 声明中提到中国是法制国家 中国司法机构已经依法处理这起案件 并保障加拉特合法权利 中加紧张局势在18年12月激增后 沃泰华尽可能的避免与北京当局再发生任何冲突 加拿大政府当时逮捕了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 而中国则是逮捕前加拿大外交官迈克尔 还有企业家康明凯 那么 他这次的间谍案的释放 我自己谈了我自己的想法 拜登你可以看 拜登从来没关注过孟晚舟这个案子 孟晚舟这个案子也是按照程序一直在开庭 拜登根本没过问过 那说明什么呢 说明拜登其实对孟晚舟这个事件并不在意 我在拜登上台之前我提过 拜登对孟晚舟这个案子他没法关心 因为什么呢 这个案子是是谁是特朗普川普做出来的 那你说拜登关心一个川普 川普做的这个中国的这个间谍案的孟晚舟这个案子 如果拜登关注他对我有什么好处 咱这用这个底层逻辑分析一下 案子未来孟晚舟被判了 判刑了算谁的功劳 算川普的川普可以邀功 你看我的吧 我就抓孟晚舟吧 你说拜登心里怎么想我我干他干嘛呢 最后呢 得罪的是谁得罪是中国 我跟中国关系闹僵了 中国领导人对我拜拜登生气了 不对你川普生气 对我拜登生气 我跟中国的关系搞不好 结果呢 功劳 美国这些功劳全归川普了 我干嘛干呢 对不对 万一呢 万一释放了 释放了我 又唠个不是 拜登是吧 被川普攻击 你拜登竟然释放孟晚舟 拜登不管 你就我今天告诉你 拜登心里就是这么想的 他不能管 这东西是不是里外不是人的事 我怎么能碰呢 让谁 让加拿大你自己弄 跟你说透了吧 今天 特鲁多现在可以决定了 加拿大可以决定 是不是释放孟晚舟 如果释放了 或者是继续 拜登不过问 你看拜登连提都没提孟晚舟 川普不一样 川普啊 华为华为天天叫做华为 拜登没有 今天我把这逻辑跟你说透了吧 拜登出于个人利益 他也不可能管孟晚舟这个事 这个东西好啊坏啊 最后我 好了也得不到好处 坏了呢 还结果让人天天指着鼻子骂 还承认人家把柄了 我才不碰这个事 这孟晚舟在拜登看来 是个烫手的山芋 那加拿大就有自主权了 所以特鲁多和中国 你看啊 私底下肯定有沟通 不然中国怎么可能释放呢 这个间谍呢 这个间谍叫什么 叫加拉特 他妻子叫朱利亚多恩 14年就在逮捕他了 现在已经多少年了 6年了 6年了 在中国待了快67年 21年的7年 怎么现在给他放呢 一定是私底下沟通了 不沟通 早不放晚不放 现在放 释放信号吗 干嘛 你加拿大既然拜登不管了 你不用怕得罪美国了 拜登说你自己定吧 那咱们俩就谈呗 那我给你释放信号 我放一个7年前的间谍 开咖啡馆 然后搜集点朝鲁情报的 我给你放了 康明凯不能放啊 这俩人 康明凯 麦克尔先不能放 为啥孟晚舟还没放呢 我怎么能放 那你看你加拿大政府 你特鲁的政府 到底后面有没有意思啊 继续往下 咱们破兵啊 现在我觉得 加拿大政府应该有意破兵了 我觉得后续 去华为的这个孟晚舟 回国有戏 这是我个人判断啊 我今天跟你说的 都是怎么说呢 都是基于政治 你不要把这个 拜登啊 想成是什么 想成无私的 他一定是有自己考量的 这帮人的 华盛顿这帮人 可是猴精猴精的 他不吃个亏的 川普在屁股后面等着他 川普好像现在又回归了啊 又回到 回到纽约附近 那个新德西去了 就天天等着拜登是吧 吃我这个 吃我这个 这个之前挖的坑啊 你掉进去后 我再吃你 我吃你个人选馒头 吃我这个亏 天天等着拜登吃这个亏 拜登不傻 以前川普搞那些东西 拜登都不碰 那是坑啊 他不能碰的 所以现在看懂了吧 加拿大这个自主性 特鲁多自主性就多了 我觉得孟晚舟啊 回国希望很大 特鲁多自主性就走了